1989年苏联海军达到它的巅峰,看看这只红海军当时的实力吧,中国海军还差得远了,水面舰艇,基辅级航母,四艘,基辅级航母已较载机巡洋舰,毕竟苏联人那奇葩的爱好,莫斯科机巡洋舰,两艘,也可以算做是直升机巡洋舰,在甲板下有机库,能携带14架KA-25直升机, 排水量19000吨,基洛夫机巡洋舰,再搜,核动力导弹巡洋舰,满载排水量超过25000吨,能携带个型导弹400余煤,绝对的大杀器,光荣机巡洋舰,再搜,满载排水量近12000吨,进程三艘在意,当初中国海军想买的就是它,基洛夫巡洋舰,现代机驱逐舰,12艘,这个大家都熟悉, 就是中国海军买的那个,无味机驱逐舰,11艘,属于反潜驱逐舰,旨在用来跟现代机配合执行任务的,肯达基导弹巡洋舰,四艘,满载排水量5380吨,技术含量一般,克列斯塔,二级巡洋舰,三艘,满载排水量超过7000吨, 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,两艘,排水量17500吨,是二战后第一代巡洋舰技术含量一般,另外还有基尔丁两艘,克宁级三艘,卡辛级16艘,克列斯塔,II级10艘,卡拉级7艘,潜艇,台风级弹道导弹和潜艇, 6艘,全世界最大的弹道导弹和潜艇,排水量达到了46000吨,能携带20枚射程,达1万公里的P39前射弹道导弹,德尔塔吉弹道导弹和潜艇,40艘,苏林建造数量最多的弹道导弹和潜艇,排水量超过1万多,能携带12枚P29前射弹道导弹,弹道导弹和潜艇,还包括阳洁级12艘,旅馆3艘, 台风级弹道导弹和潜艇,奥斯卡级巡航导弹和潜艇,6艘,排水量超过2.2万多,世界上多业最大,威力最强的一种巡航导弹和潜艇,查理巡航导弹和潜艇,14艘,排水量5350吨,是苏联第一型,能从水下发射飞航导弹的和潜艇, 印度从俄罗斯出界的和潜艇,就是这个型号,另外还有早期的回生IIG23艘,朱利叶级16艘,奥斯卡级巡航导弹和潜艇,塞拉IG攻击和潜艇, 2艘,苏联第四代攻击型和潜艇,性能出众,安库拉IG攻击和潜艇,5艘,排水量9500吨,苏联第三代攻击型和潜艇, 维克都攻击和潜艇,46艘,苏联海军第二代攻击和潜艇,也是建造数量最多的, 其他攻击型和潜艇还包括一艘阿尔法级和6艘11月级,以及常规潜艇纪洛级,15艘,探戈级,20艘和25艘F级,25艘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